提醒您 发生车祸事故 最好还是留在现场 弄清楚责任归属 免得以为自己没有事 但却涉嫌肇事逃逸 台中一名张姓男子 为了赶上班买早餐 骑车闯红灯时 撞到了地上绿灯直行的双载母子 两车三个人通通倒在地上 结果这名闯红灯的骑士 他自己认为是被撞的一方 骑了身之后 还对着母子两人说 他没事 之后就骑车离开现场了 警方获报调阅监视器 把这名张姓骑士 依照肇事逃逸最嫌 移送法办 路口当的号制显示红灯 但这时却为一名骑士 闯红灯要穿越路口 下一秒发生车祸 闯红灯的骑士和另一辆机车 在路口中的正着 当场两车三个人摔倒在地 而闯红灯的骑士 当下没留在现场 竟然肇事逃逸 他认为说他没有错 只是轻微的擦伤 赶着要上班 于是跟对方表示说 他本身没有怎么样 然后不需要对方来处理 然后很淡定的就离开了 那对拇指是一度愣住的样子 觉得说 为什么这位男子呢 他闯红灯了 他还不承认他的错误 然后还很担定说 他不计较就离开了 事发在台中北屯 均合结合军工路口 闯红灯的骑士 一流烟跑了 留下受伤的拇指两人 愣在现场 经过热情民众协助就医 索性只有受到轻伤 没有大碍 受报警 警方随即调阅路口 监视器一车追人 带到赵氏的53岁张兴骑士 他想说早餐店快到了 于是他没有看到 红绿灯状况 以及左方的来车 他就很勇敢的 就很越马路了 张兴骑士为了赶上班 买一顿早餐的代价 闯红灯可重罚5000次 撞伤人没协助就医 逃离现场触犯过失伤害罪 赵氏逃一部分 最重罚9000 还得面临最高7年以下 又期徒刑 得不偿失 简单详视节 太动不倒 太动不倒